從4月初起 網上就開始流傳 非裔居民在廣州流離失所 以及中共警員制服非裔人士的片段 路透社4月12號報導 非洲國家駐中國大使聯合致信 中共外交部長王毅抗議非洲人在中國遭到歧視 非洲國家駐中國大使4月10號 聯名致信中共外交部長王毅抗議 信中寫道 非洲駐華大使協會要求立即停止 在廣東省乃至整個中國 對非洲人施加的強迫測試、隔離和其他非人道的待遇 聯名信中表示 大使們收到令人不安的報告 還包括非洲人半夜被趕出旅館 最近沒有旅行時的非洲學生仍被要求進行核酸測試 即便檢測結果陰性卻仍遭隔離 以及無端口押非洲人護照、威脅吊銷簽 或驅逐出境等嚴重侵犯人權 非洲大使們在信中指出 這些污名化和歧視行為讓人產生一種印象 好像中共病毒是非洲人散播出來的 但事實上並非如此 中共近期把防疫焦點放在境外輸入個案上 國內籌外情緒也日益增長 加拿大華裔作家盛雪表示 在這個背景下 廣東等地對非洲裔的舉措 已經不光是中非關係的問題 而是指向更為深層的問題 就是在中國到底現在 真的是不是已經像中共當局所說的是零增長 再有一個呢 對那些感染的或者是沒有感染的 實際上中國政府它的做法都是不守規矩的 這並不是一個種族歧視的問題 而是中共對所有人 只要是沒有特權的人都予以歧視的問題 另一條引起中國網民關注的視頻是 尼爾利亞駐廣州總領館的官員 和中方防疫部門人員力爭 要求交還本國國民被沒收的護照 他說 尼爾利亞護照屬於尼爾利亞政府 沒有國家有權可以沒收 之後 尼爾利亞眾議長費米·戈巴賈比亞米拉 為此事召見中國駐當地大使周平健會面 周平健表示會認真處理 而是因為尼爾利亞外交官出面之後 就爭取到了他們的公民應有的權利 可是這幾個被扣了身份證件的人 假如是中國人呢 有人會被中國人站出來爭取這些權益嗎 顯然沒有 因為迫害中國人人權的就是中國政府 中共政府否認有任何歧視的行為 中共外交部官網12號深夜 看出發言人趙立堅談話滅火 聲稱中非是好朋友 但根據推特賬號BlackLivet to China 4月11號發出的視頻 廣州執法人員表示 所有黑人都要隔離 是按上級要求 你們不隔離他們呀 你們換位思考一下 我們中國同胞也有在國外的 也有在非洲的 如果這個事情傳出去 你想我們的同胞在那邊會怎麼樣 你們有想不想過這個問題 我知道你們是按照辦事 這個我很理解 我們都是按照上級的要求來做的 非洲國家近年來接受中共大量的投資 在中共病毒爆發早期 非洲國家也和中共官員一起 譴責外國人撤離 甚至公開稱讚北京對病毒的應對得當 但目前多個非洲國家明確表示 不容忍中共侵犯自己公民的人權